有的人用收藏文物的方式来保护文物 而有的人用修复文物的方式来修护文物 我看到过一个收藏家说过的这样一句话 文物证明历史 器物释放灵性 的确 多少年来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 收藏着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宝贝 那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请上来的这位嘉宾 应该说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收藏家 他就是马卫都先生 2016年收藏家马卫都建立博物馆整20年 一直为让中国人品鉴中国文化而努力 用收藏的方式保护文物20载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传递温暖 掌声有请 马老师好 马老师好 刚才我说的文物证明历史 器物释放灵性 就是马卫都先生说的 对吧 对 这样的感慨 应该跟您多少年的收藏有关吧 这个 对 收藏很多年了 这个今天这个头发都白了 喜欢的时候是热血青年 这个回想这段历史至少有40年了 那您说出这样两句话 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因为常年的经常对一个器物发呆 我们古代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都以器物的形式来表达 当你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面对他的时候 你会忽然觉得他跟你一样互相都能看懂 他是看着我们民族一步一步的成长过来的 我们由一个弱小的民族成长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就是依赖于这些器物不停的激励我们 所以我们才要做博物馆 我们在欣赏或者说观看您的收藏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被老祖先的智慧所震撼 因此呢 我们会感受到内心的那份温暖 那对一个收藏者来讲 您觉得2016年您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温暖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做博物馆整整20年 是我人生最好的20年 全部去做了这样一件事 当20年走过 我已经做了四家博物馆的时候 我会感到这个社会给我的温暖 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我不是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我们就没有机会把心中的梦想变成事实 所以我感到最大的温暖是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 2016年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 这个纪录片很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网站上火了 你在这儿默默无闻的一辈子就干这个 能坐下来能待得住的 真是不容易 2016年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网络 一个讲述古老的传统记忆和工匠日常修复工作的纪录片 却在观众平均年龄17岁左右的弹幕视频网站上被推上热搜 点击量接近200万6万多条弹幕 之所以被年轻人一致推崇 正是因为在片中看到了一件件残破的文物 在修复师的手中重获新生 冰冷的修复工具和历经沧桑的文物 都带着修复师的温度 他们通过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执着 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好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故宫博物院的修复师 王晶和他的徒弟 齐浩南 有请二位 王师傅好 王师傅好 说实在的 愿不得那么多网友说他像郑少秋 像吧 像 以前他们说我像 现在他上来以后 显然我不像了 欢迎二位 欢迎欢迎 在各自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匠心 匠心呢 就是对自己从事这份工作呢 从内心的一个喜欢 从内心有一份责任感 这就是匠心 对 王老师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喜欢这份工作 把它尽心尽力地干好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或者文化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匠心 你应该降人的精神吧 应该 您修理钟表多少年了 到五号整整39年 连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是 77年12月5号来故宫报道的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热词啊 叫网红 你们俩知道你们现在是网红吗 我是不是网红 你是不是网红 对 你不是意思 他们都叫大师兄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称号 比较贴切 比较亲近 他们对我师父的那种喜爱 是真是我无法想象的 那今天呢 我们的现场也开 也开启了这个弹幕啊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可以拿起您的手机 把您要提的问题呢 通过这样一个弹幕的渠道 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一会儿呢 在这个大屏幕上会呈现 来先看一下啊 有一个问题 刚才过去了已经啊 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说这个修钟表啊 是不是要看脸招人 也就是说 长得好看的才能去修钟表 看来大家都觉得你很帅啊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师父是这样吗 不是的 大家有兴趣和爱好的行业 都可以报考 小齐对于科长来说 她是也就参加面试的 小齐是学什么专业呢 学自动化 这好像离钟表有点远 跟钟表确实是两个层面吧 但是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能学一技之长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呢 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就是经过自己的这个修复吧 每修一件钟表 它那个修复完成 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 就是逐渐逐渐的 你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慢慢地就沉浸下来了 你看啊 我刚才一直在看后面这个 说王师父今年居然已经55岁了 太帅了 真的是男神 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 需要代代相传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那这些年来 您这么专心致志地 做这一件事 您觉得您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 可能还是通过自己手 我修复这些钟表 看到它原来的那种情况 到现在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吧 另外一个 也能把这些技术传达 给年轻人 给年轻人 对 刚才您上来之前 我已经问了这个马维都老师 说什么温暖了他 那这一年 又是什么温暖了您呢 温暖了 我觉得还是央视的这片子 播完以后温暖了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文物修复 在故宫已经做了将近60年 尤其钟表修复 可能得有上百年的历史 因为从钟表进入故宫 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 就一直在有人在保护它 维修它和使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温暖 是央视的这个 现在更温暖了我们吧 我觉得 那你呢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被大众认知 认知这个文物钟表修复这个行业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 这个钟表行业是不被人知道的 就是一提起修钟表 大家反映的是 就是路边摊的换块电池 但是他真正不理解故宫的收藏 与故宫的修复 通过这个片子 我觉得有那么多的年轻人 喜欢这个文物修复行业 对这个故宫也存在着浓厚的这种感情 我觉得这是令我们最大的欣慰 好了 说了这么半天了 不能老这么站着吧 来 各位请坐 请坐 请坐 坐下以后问一下这个小齐 那现在干了几年了到目前 现在都已经干了十一年了 十一年了 这十一年过来之后 你的心态有变化吗 心态肯定有变化 因为刚从院校到 找第一份工作 那个心情是无比喜悦的 然后到了故宫以后 每天一进屋 就等于是必须得静静地坐下来了 就是坐一会儿就比较烦躁 烦 对 然后钟表这个东西呢 有时你越烦呢 可能还越修复不好 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然后逐渐的逐渐的 反正慢慢磨合吧 看着师父 跟着师父一块学习啊 从师父身上 看着他对钟表那种专注啊 慢慢就磨练自己的心性吧 好 真好啊 王师父不同了吧 这四十年过来 您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从一开始 也是一个十六岁进宫嘛 还是小孩 好像什么也不懂啊 看着师父那种 慢慢的 跟着师父干干干干 觉得 好像这份工作 就是我应该干的 因为从祖代就在 爷爷也在宫里头 干到七十七岁 也没有退休 就是我觉得 从那些老人身上看来 好像这宫里 工作就这样 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 就是这种感觉 过去的徒弟们 一开始 师父们可能给你找各种 你觉得最没有意思的事情 他就是实际上 在磨你的心性 你看这个浩南啊 浩南已经磨练了十一年了 跟磨练三十九年的 还是有差距 所以等你到三十九年的时候 你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 它一定是磨合出来的 这个任何人都走不了捷径 你年轻跟你年中 和你年老的时候 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想不想看看 他们修的到目前为止 最难修复的一块钟表 是什么样子 想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说实在的 我们都没见过 要不告诉我们 这是钟表的话 恐怕都不 没有人知道 这是表 来我们看一下 修复以后 这块表是什么样子 看到了吗 真的是让他 这个焕发了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大部分观众会惊讶 他的外表的变化 其实他最难的是 他的内部结构 钟表在所有的文物修复中 属于单一工 他单是一行 你看王老师这样 你能想象 所有的故宫的修复师 老师傅们 心性都特别好 像故宫这些钟表 很多都是当年 外国使臣上供的 这个东西在没有 任何参考的情况下 你要对他做出一个 准确的判断 我看了 我在故宫修文物 他有两个片子 一个片子是电视播的 还有一个片子是电影 这个电影中王师傅说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修复的要求 很简单 就四个字 叫恢复机能 恢复机能 简单吗 听着都很简单 那问题是 这机能从哪恢复呢 对吧 它是整个要从这个 钟表的全部结构中 我们知道这个钟表 这东西 从自然中到机械中 过去是自然中 什么叫自然中 你到故宫去看 日轨 就是自然中 靠阳光就可以判断几点 过去的石漏 滴水 它也是自然中 那都属于自然现象 那么机械中 是西方人发明的 最初是在晚明的时候 晚明的时候 万历年间 立马斗带到中国 进贡给皇上的 皇上看这东西有意思 即时又准确 然后又展现了不同的层面 包括声响 像这个它修复的很多钟 它都是带有音响的 带有动作的 这些都会对中国人 有很极强的吸引 那么从明朝末年 一直到康乾盛世的时候 大量的西方人 为了讨好中国皇帝 进贡了很多钟 我们故宫有专门的钟表馆 全世界我想 好像只有故宫有这个钟表馆 各国的上贡的钟 那这些钟呢 不要说留到今天几百年了 就在当年的历史钟 那个史书上都有很清晰的记载 万历皇帝拿了这个钟 搁在屋子里玩玩玩给玩坏了 玩坏了 他就得找人修 他就得有明白人修 钟表的这个复杂结构呢 就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行的 一打开脑袋就乱了 脑袋对他就没有一个探断 就是弹幕弹出来的这些年轻人 一看那个零件 师父说您把这个给我做出来 你就崩溃了 你就没有 你就想我能不能不在这修了 这个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浪漫 我们看到的是浪漫 但是背后全是他们的艰辛 那再说说他们师徒俩 浩南的一直管王师傅叫师傅 今天的师徒关系 跟传统的那种师徒关系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反正从小时候学徒的时候 因为师傅岁数比较大 给我感觉反正就是非常严厉 有点什么问题 自己实在多门不开了 才敢去问师傅 师傅 首先你要有一点小事都去找师傅 师傅肯定会 自己脑子呢 肯定会出去 所以现在跟那会儿的 我觉得希望他们多问 现在是这样的 你们那时候是不敢问 现在师傅是希望徒弟多问 把自己身上的这条绝技 都传给徒弟 不要落下遗憾 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 原来人家师傅都一进门 徒弟先给师傅打水 什么这个 拿冒筋 现在也是 这一点 现在小七 天天比我来过 打水 七茶都是小七的事 这也是 七茶都是他的事 应该的 这优良传统 优良传统 必须保持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对 你对师傅的尊重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讨好似的 就是你为师傅 打一杯水 这个是你表明 你对你师傅的一个尊重 那么过去的师傅 为什么都比较严厉 实际上是在 帮助你是在教育你 只有他的严厉 让你多思考 你看刚才我说了 让你的脑子呢 那什么意思呢 是让你多思考 其实是帮助你 如果师傅随便就告诉你了 你可能就永远不去思考 思考是你进步的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这种单兵作战 我们的修复 不论师傅怎么教 只要你自己负责这件东西 你一定是单兵作战 你必须自己对他 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你才能把它修复好 今天我们不怎么讲师徒了 就是因为我很想多说两句 就是我不想 我们这个时代 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我年轻时候也学过图 我学图三年 当时是做工人 那我也有师傅 第一天见师傅 都是恭恭敬敬的 给师傅倒水 都是从内心愿意的这件事 如果发现师傅自己去倒水 心里还有点内疚 我到现在都能想起 我师傅的那个样子 他那时候真的是师傅跟我们的年龄悬殊比较大 就他比你父亲还 那么这种感受 就是他把技术一点一点要交给你 你要去很认真的去学去想 所以形成的那种关系 是非亲缘关系 但是比亲人还亲 这种感受原来是 违据我们社会温暖 今天这个词 违据我们社会温暖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 这种关系最能体现我们人生中意外的温暖 你等会 我发现您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浩南 你看浩南真的是 叫做热泪夺矿而出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浩南 因为马老师说的 确实这一点确实是真的 可能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个失度的感情 是师父与徒弟朝夕相处 那种感情其实是真挚的 其实有人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我觉得现在说父子可能也不为过 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师父之间的感情 可能更多的是兄长朋友 真的是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比在家跟孩子 跟妻子时间更长一些 刚才我们这段对话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确实能够让我们内心感到温暖 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 这样 今天呢 王金师傅还专门的工具 来请上来我们看一眼 我知道这套工具 对您来说 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 是吗 这我觉得应该是92年 我们师父将将六十 刚六十岁 过生日退休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传给我的 师父 我觉得也是一种 嘱托吧 因为 因为师父用了几十年 把它交给我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 因为希望我们是 因为更好地把这种手艺 和这种精神传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虽然是一种工具 是冰冷的 但是它非常有温度的 我觉得是 所以当今天看到 再看到这套工具的时候 感受会不一样 是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用着 虽然很古老的 就是说有的都近百年了 但是还在一代用 我想再过几年 我也会把它传给小齐了 这是我们一个中宵室的 一个传承我觉得是 因为不见得 没有可能现在更先进的 那么好用 但是它这种传承精神 应该在里头 一个是修复钟表 一个是收藏文物 这其中快乐是什么 快乐是你当 拥有这件文物 你理解它背后的故事 和文化的时候 快乐就会油然而生 我们民族是依赖 我们自己的文化成长的 所以我们有责任 让后来人清楚 我们曾有的灿烂文化 我的快乐就来自于此 好 王师傅 我的快乐 我觉得就是一件中宵 经过上百年 在那库里放着 已经损伤很厉害了 或者当时没有修复 经过我们的手 给它非常完整 呈现到现在 大家观众们面前 然后把这件中宵 能够完整地保护下去了 我觉得这就是 我最大的快乐 太好了 可惜呢 我最大的快乐 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遇到了一个 这么优秀的师傅 第二个呢 是我能够专注一件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够了 多了 想追问王师傅一句话 说完了快乐 您说了您马上要退休了 您工作这么几十年 有什么遗憾吗 遗憾的就是 还有好多钟表 还在急待抢修 因为我们那个地上库房 大家可能是看不到的 看到那些钟表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的年龄 因为生理也太短了 我想真想再干四十年 把它们更好地保护下去 请三位嘉宾的各自选择 这一年的关键词 是什么温暖了你吗 手艺 我用这样一个词汇呢 来表达我对手艺人的一个尊重 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灿烂的文明 是通过手艺人 一代一代地传接下去的 当手艺跟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出耀眼的光辉 王师傅 我觉得2016对我来说 应该算是幸运的一年吧 因为有这央视的 把这片子介绍给广大观众 然后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这些背后的故事 几十年修复人的一种经历 2016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一个精进 2017年应该会把精益求精 往后更进一步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点燃 属于你们的温暖之灯 之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